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实验 采用的是WM8978这个芯片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适合的平台是我们的正点原子 STM32F4系列的开发版 主要是我们的探索者 STM32F4开发版 对于我们的正点原子 STM32F1系列的开发版 这个视频并不合适 大家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的重点参考资料 这里我们的参考资料 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我们的探索者STM32F4开发版 这个STM32F4开发指南 酷完数版本 这个音乐播放器 这个章节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参考资料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给大家在这个PDF文件里面打开了 这个PDF阅读器里面打开了我们的STM32F4开发指南 扩完数版本 这个PDF 那么这个开发指南是我们探索者开发版的一个主要的文档教程 那么这里它的第48章音乐播放器实验 这个音乐播放器实验 对我们这个历程各个知识点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包括WE8978 iPhone S都有一个介绍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 那么第二个这个iPhone S参考资料 这个iPhone S的参考资料呢 我们要看这个STM3F4中文参考手册第27章 创型外收接口 那我们打开这个PDF 也在这里已经给大家打开了 F4中文参考手册.pdf 那么它的创型外收接口这个SPI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F4它的iPhone S 它的IIS跟我们的SPI 它是共用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iIS就是在这个创型外设接口 这个章节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在这个PDF里面 那么它有iPhone S的一个特性功能说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计程器 在这个文档里面都有介绍 所以的话呢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WAV文件格式的一个参考资料 它是在我们的软件资料 WAV文件格式说明 WAV文件格式分析与应用 这个文档里面 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打开了这个PDF 那么这个文档呢 主要是对我们的WAV文件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们要实现WAV文件的一个播放呢 必须对它的文件 文件格式有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一个了解 才能对它进行解码播放 那么第四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WM8978的一个参考资料 那么它在我们的硬件资料 芯片资料里面 它有两个 第一个是WM8978G.PDF 这是我们的一个英文版本的数据手册 第二个是这个中文资料 WM8978的一个中文资料 是一个中文版本的数据手册 这里我们给大家打开的是一个英文版本的 这个数据手册 WM8978G.PDF 那么关于这个WM8978 它的各个计程器说明 以及它的性能和特性 都可以在这个数据手册里面 大家找到答案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 这样的话 这样我们整个四个重点的参考资料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 由于涉及到的知识点比较多 所以的话我们分三讲给大家进行介绍 第一讲 介绍这个WV与这个WM8978的一个简介 第二讲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iPhone S与这个硬件连接 第三讲 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圆满讲解与历程测试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 分三讲给大家进行介绍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WV与WM8978 它的简介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WV 那么WV呢 即WV文件是最常用的数字化声音文件格式之一 那么其扩展名呢 为.wv 那么它符合Reef 就是Resource Interchange Fire Format 这么一个文件规范 HRWF 那么用于保存Windows平台的音频信息资源 那么被Windows平台及其应用程序呢 所广泛支持 所以的话呢 大家在这个Windows的平台上面 WV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WV格式呢 它还支持这个MS ADPCM CCRTT A率等多种这个压缩算法 那么支持多种这个音频数字 取样 频率和声道 它可以支持多声道 它不同的采样率 那么标准格式的WV文件呢 和CD格式一样 也是44.1K的这个采样频率 那么16位的量化数字 也是这个是16位的一个WV 那么因此呢 声音文件质量和CD相差无几 声音它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WV文件的一个简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WV文件的组成 那么WV它是由若干客Trunk 组成的 那么按文件 在这个按照在文件中出现的位置呢 包括有Riff Riff WaveTrunk FormatTrunk FactTrunk 注意这个FactTrunk呢 它是可选的 不一定有 和第四个这个DataTrunk 所以呢 一般包括三到四个这个Trunk 那么每个Trunk呢 是由这个快标志符 数据大小和数据三部分组成 这个地方有一个图 快的标志符 这个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数据大小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数据 那么其中快标志符呢 由四个Ascore2 它是Ascore2嘛 构成 那么数据大小 它这个是一个四个字节 四个Ascore2 那么数据大小呢 则标出紧跟其后的数据的长度 单位为字节 那么这个数据大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长度啊 它不包含了这个快标志符合数据大小的长度 也就是不包含最前面的八个字节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数据大小是指 在除了这前面的这个快标志符 跟快数据 跟数据大小这八个字节以外的 以后的这所有的数据 这是它的数据大小 是指的这一部分 而不是包括这前面的八个字节 所以实际上Trunk的大小呢 为数据大小加上八 所以整个Trunk的大小 它是要加八的 因为前面四个字节 前面八个字节没算在里面 这里大家说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Riff快 RiffWaveTrunk 那么该快呢 是以Riff作为标示 它前四个字节就是RFF 及0x46464952 就是Riff的2x2内码 那么紧跟的 这个是WV文件的大小 这个TrunkSize 它是整个WV文件的大小 该大小是WV文件的总大小 减去8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大小 它是整个 我们整个WV文件的大小 减去前面这四个字节 减去8 减去前面这八个字节 就是整个文件大小减8 然后呢 它的数据段 就是四个字节 就是一个WV1 一个Wave 表示是WV文件 那么Riff块的Trunk的 Riff块的这个Trunk结构呢 而如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大家列出来 这是我们的Riff块的Trunk 它实际上是占了12个字节 前八个字节 以及后面的一个Format Format就等于WV 这个RF的内码 这是我们的Trunk Riff块 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Format块 这格式块 FormatTrunk 那么该块呢 是以FMT 作为标示 注意 这个有一个空格 有个空格 这个位置 这个T后面 是有一个空格的 这个地方 大家特别注意 FMT空格 这个双引号 是包含了一个空格 在里面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该段的大小 为16个字节 但是有些软件呢 它生产的这个Wave格式 该部分的大小 可能有18个字节 含有两个字节的附加信息 我们Format块的Trunk结构呢 如下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Format块 比前面的这个Riff块呢 复杂了一些 那么它 首先也是一个Trunk ID Trunk ID呢 就是FMT 加一个空格 这是它的这个FMT空格 注意 这个是一个导序 F 这是F 6D呢 M 74呢 是T 20呢 是空格 它是导过来的 这个跟你的MCU的字节顺序有关 大端还是小端 这个地方就是大小端的问题了 不了解的 大家自己去摆渡 那么Trunk Size呢 一般可能是16 或者18 可以看一下这里 1个 4个 2 4 3 4 1 12 4 4 16 那么如果加上这两个呢 就是18 这是附加的 那么对于线性PCM呢 就没有这个参数 所以的话 有的是16个 有的是18个 就是有没有这个ByteExtract Data 一般是没有的 我们的利息里面是不做这个处理的 是直接把它忽略掉 就是占18 16个 那么这个AudioFormat 就是表示音频格式 一般呢 用我们用0x0001 表示线性PCM 那么Number of channels呢 就是我们这个通道数 1表示单声道 2呢 表示双声道 我们一般是立体声 所以这个一般等于2 SampleRate呢 是我们的采样率 比如我们的8KHz 如果是8KHz采样率呢 它指就是0xEF48 EF40 那么我们可能用16K啊 实际上就是把1600转成 16K 就是把16000转成这个Hex 16进制 呃 存在这个里面 你实际上直接用它等于1000 16000也是可以代表16K 这个采样率的 这个ByteRate呢 是我们的这个字节数率 它计算公司是等于采样率 乘以通道数 乘以ADC的位数 除以8 这个地方 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字节数率 实际上就是 采样率 比如8K 乘以这个通道数 比如两个通道 ADC的位数 比如16位 就是除以 16位 16位除以8 就是2 就是乘以2 2的是 它的字节数率呢 是32字节 它实际上 还有一个K 这8K嘛 32K字节 每秒 这是它的一个采样率 这个字节数率 那blockline呢 是一个快对齐 它实际上是一个 是指一个采样的 字节数 那么一个采样呢 它有多少个通道 比如一通道 或者两通道 那么一个采样呢 它可能是16位的 就是两个字节 那么它就 这个一个blockline 比如立体3 两个通道 也就是位数16位 那么它的 这快对齐呢 就应该等于4 这里也计算公式 那么 这个bit per sample 就是我们的 单个采样的位数 那么比如我们的 16位PCM 就设置为16 而24位的 我们就设置为24 8位的 我们就把这个 设置为8 就根据你的音频 采样位数来确定 那么bytextra data呢 这是一个附加的 我们这个用不到 所以就只是 给大家提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format块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fact块 也就是fact chunk 那么该块呢 是一个可选块 并不是所有的 这个WB文件都有的 一般是 非线性这个PCM 它就有这个块 线性PCM呢 它就没有这个块 那么它是以fact 作为一个标志 那么不是 每个WB文件都有 在非PCM格式的文件中呢 一般会在这个format 这个结构后 加入一个fact块 那么该块 这个trunk结构呢 如下 这是我们定义的 一个fact块 那么trunk ID呢 就是FST的 这个ASCOL内码 就这个 然后这个trunk size 这个trunk size呢 就是这个子集合的大小 这里呢 一般就是4 也就是它只有一个 data fact size 它只有一个数据 一个32位的数据 4个字鞋 它是表示 数据转换为PCM格式后的大小 那么这个data fact size呢 是这个trunk中 最重要的数据 那么如果 这是某种压缩格式的 这个WB文件 那么呢 就可以从这里知道 它解压以后 的这个文件大小 这个对于解压时的计算 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不过 我们的历程使用的 这个是线性PCM格式 所以呢 不存在这个块 我们历程呢 用不到这个 这个仔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数据块 data chunk 那么该块呢 是真正保存 WB数据的地方 那么以data 作为这个chunk的标志 它是以data 作为chunk标志的 然后呢 是数据的大小 那么数据块的chunk结构呢 如下 这是我们定义的 这个数据块chunk 那么它的chunk id 就是我们的data data的一个asker内码 然后这个chunk size呢 它是一个集合大小 它不包含id和size 那么chunk size的大小 就是音频数据的大小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它是仅止音频数据的大小 那么不包括这个chunk id 以及之前的一些 什么factor chunk reft chunk format chunk这些数据 它只是包含这个音频数据 仅止音频数据的大小 在chunk size之后 紧跟着就是我们的音频数据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块 这样的话呢 我们四个块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wv这个数据说明 那么根据format chunk的格式块里面 格式chunk中的这个声道数 以及采样位数 这个wv数据的这个bit呢 可以分成如下标所示的几种形式 就是根据这个format chunk中的 我们前面这个format chunk中的这个通道数 以及这个卫生度 bitable sample这两个参数 重点来决定我们这个 后面的这个表 它的一个形式 那么如果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个表 如果是单声道的一个八位量化 那么它一个取样呢 就是一个字节 一个取样两个取样三个取样 都是通道零 只有一个单声道 那么如果是双声道的八位量化呢 它就是一个取样 占了两个字节 一个左一个右 那第二个取样又是两个字节 那么如果是16位量化 单声道的 那么它一个取样呢 是占两个字节 这是高低 都是首先是低字节 然后是高字节 第二个取样 首先是低字节 然后是高字节 都是声道零 因为它是单声道嘛 那么如果是双声道的 16位量化呢 那么它一个取样呢 就要占四个字节了 那么首先是声道零 也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左声道吧 声道零 然后它低字节在前 然后呢 声道一 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然后取样二 这边呢 取样二就没完全了 这边应该还有两个字节 这是我们16位量化的时候 这个双声道 那么对于24位量化 这个单声道的时候呢 它一个取样呢 它是占三个字节的 3824 那么它是低字节 中间字节 高字节 按这个顺序 它是LSB在前的 然后第二个取样 又是LSB在前 这是单声道的时候 那么如果双声带24位量化呢 那么它就一个取样呢 就有六个字节了 声道零 低 中高 LSB在前 声道一 低 中高 LSB在前 MSB在后 这就是24位 双声道量化的时候 它就占了 这个六个字节了 那么我们的历程呢 它是支持16位 和24位的立体声的 那么每个取样呢 是占六个或者四个字节 这个有数24位双声道呢 就占六个 如果是16位双声道呢 那么它呢 就占四个 1 2 3 4 这里是六个 它都是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那么在得到这些WFV数据 以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iPhone S 送给这个WM8978 就可以欣赏音乐了 就是我们根据前面的Formel Trunk 得到它的这个量化位数 以及声道数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数据拼起来 送给这个WM8978 就可以实现这个WFV文件的播放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WFV数据的一个格式的一个说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M8978的简介 那么WM8978是欧圣 英文名是Wolfson 欧圣公司推出的一款这个全功能音频处理器 它带有这个HIFI级的数字信号处理内核 支持增强的3D硬件环绕音效 和五段硬件均衡器 那么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个音质 那么同时 这个芯片提升了对麦克风的支持 并带有一个输出功率 高达零件9瓦的高质量功放 那么WFV8978 它进一步提升了这个耳机放大器的输出功率 在推动16欧负载耳机的时候呢 每个声道最大输出功率高达40毫瓦 那么可以连接市面上绝大多数的 适合随身听的高端HIFI耳机 这是我们WM8978的简介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M8978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采用的是iPhone S接口 支持最高192K24位的音频播放 它的支持的采用率比较高 第二个它的DAC信噪比是98dB ADC信噪比呢是这个90dB 信噪比比较高 第三个它支持无电容的耳机驱动 它的输出端可以直接接耳机 并不需要接耳核电容 可以省体积省成本 这是我们它的另外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呢 它支持这个扬声器输出 可以为8欧的这个扬声器 提供0.9瓦的一个驱动能力 第五个 它支持立体声插温输入和麦克风输入 第六个 它支持这个左右声道音量的阻力调节 第七个 它还支持这个3D效果 以及支持五路EQ调节 这就是我们WM8978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M8978的接口 WM8978通过这个iPhoneS接口 及数字音频接口 同MCO进行这个音频数据的传输 它是支持音频的接收和发送的 它是一个全双工的iPhoneS接口 注意是全双工的 那么它可以通过两线 model等于0 就是model这个引脚接地的时候呢 iPhoneS接口 或者通过这个三线 model接1的时候 接高电频的时候 对它进行配置 那么我们默认的是用的这个两线 也就是model接0的时候 才用的这个iPhoneS接口 来配置这个WM8978 那么WM8978的iPhoneS接口呢 由四个引脚组成 第一个是ADC-DAD 就是ADC数据的输出桨 第二个呢 是DAC-DAD 就是DAC数据的输入桨 第三个是LRC 它是数据的左右对齐时钟 也是左右时钟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BCLK 也就叫位时钟 它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那么WM8978 它的这个iPhoneS接口呢 支持多种不同的音频数据格式 数据模式 包括左对齐标准 右对齐标准 左对齐标准呢 又叫AMSB标准 右对齐标准呢 又叫LSB标准 以及我们的菲利普标准 iPhoneS标准 那么本历程 我们采用的是菲利普标准 采用的是这个iPhoneS标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菲利普标准 那么菲利普标准模式 也在iPhoneS模式呢 数据在跟随LRC传输的 BCLK的第二个上升员的时候 传输MSB 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LRC这个边缘 它的第二个BCLK 这是它的第一个 第二个BCLK是这一个 第二个BCLK的上升延时 传输MSB 也就是在它的第二个上升延 就这个位置 传输它的MSB 那么其他位一直到LSB呢 就是按顺序 按顺序传输 一直到这个LSB 那么传输依赖于 自长BCLK频率和采样率 这里每一个采样的LSB 和下一个采样的MSB之间呢 都应该有未用的BCLK周期 也是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些BCLK没有被用到 那么菲利普标准的 iPhoneS数据传输协议呢 它如下图所示 有就是这个图 可以看到它有LRC 这是左右时钟 当LRC等于低的时候 表示它是左升到的数据 当LRC等于高的时候 表示它是右升到的数据 然后这个左右时钟的频率呢 实际上就等于 我们的这个音频信号 音频的采样率 然后它的data 就是ADCdata或者DACdata 这是它的位时钟 在左右时钟来了以后 它在第二个时钟 开始传输这个数据 那么数据呢 是MSB在前 LSB在后的 每一个BCLK 传输一个位的数据 这个图呢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图中 FS 就这个东西 FS 就是我们的音频信号的采样率 比如44.1kHz 因此呢 LRC的频率实际上 就是这个音频信号的采样率 另外呢 这个WM8978 还需要一个MSCLK 就是它的主持中 本历程呢 我们的这个 WM8978的MCLK呢 由这个SM3F4 为其提供 MCLK的频率呢 必须等于这个256倍 这个采样率 也就是音频信号的 采样率的256倍 等于256倍FS MCLK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WM8978的这个框图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输入呢 有这些 这些是输入 它的输出呢 就是在这一端 这个LOUT ROUT2 是用来接喇叭 这个可以驱动0.9瓦的 这个8欧 的一个喇叭 然后呢 LOUT1 ROUT1呢 这里可以接我们的耳机 我们的耳机 这个OUT3、OUT4呢 我们没用到 这就不多介绍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它的输入端 这里是个AUX输入 然后呢 LRN LRP 以及RN RLP呢 这里是左右 这个MITO MRC的输入 可以接两个MRC 然后LRR2呢 可以作为这个LINEIN的输入 这个MRC输入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PGA 可以获得一个争议 然后可以看这个图 它这个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这个开关 很多的这个音量调节 这些开关 ENDOR ENDOR的开关 还有音量调节的 也有很多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iPhone S接口 这是它的主时钟输入口 它内部的PLA 我们没用到 我们直接F4提供主时钟 这是它的控制接口 这就是我们这个WM8978的一个框图 它内部呢 有一个左声道的ADC 右声道的ADC 左通道的DAC 右通道的DAC 以及里边的一些EQ设置 以及3D效果 ADC DAC都可以有EQ跟3D效果设置 那么WM8978内部有很多的模拟开关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这些这些开关 ENDOR开关 都是通过这些计程器去配置的 用来选择通道 各种通道乱七八糟的 这里面一堆的开关 同时呢 还有很多调节器 调节器就是这些打来一个箭头的 就是可以调节这个增益的 或者调节音量的 也是有很多 用来设置这个增益跟音量 这些东西呢 都是通过计程器来配置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这个相关的这些计程器 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WM8978的计程器 那首先我们来看R0计程器 地址是00H 计程器地址是00H 位数呢 是0到8 是9位 注意它跟标准的iPhoneC8位不一样 它位数是9位的 那么名字叫Reset 默认值不需要管 它的作用呢 就是一个软件复位 那么该计程器呢 用于控制WM8978的一个软复位 写任意值 大概计程器地址 即可实现复位WM8978 直接往这里面写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而任意值 它就会软复位WM8978 这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WM8978 它的计程器啊 它是9位的 而且是不可读的 只可以写不可读 我们的计程器呢 都是9位长度 有0到8 9个位 只能写 不能读 这是我们WM8978的 计程器的一些特点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R1计程器 那么R1计程器呢 我们重点呢 是关心它的这个 BISEN这个位 第三位 那么该位设置为1 模拟部分的放大器呢 才会工作 才可以听到声音 所以呢 对于这个计程器 我们只需要设置这个BIT3 等于1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enable 这个模拟 放大器的 偏置控制 我们把它设置为1 其他位呢 我们用默认值 0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R2计程器 它地址是02 它的默认值呢 也都是0的 然后呢 这个计程器 我们需要设置的是 R1计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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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计程器 第8位跟第7位 以及这个Sleep 等这三个位 设置这三个位 我们需要 其他位用默认设置 就可以了 R1计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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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R1计程器 设置为1 使能这个耳机输出 这两个呢 是控制这个耳机输出的 它们必须使能 我们的耳机才可以听到声音 那这个Sleep位呢 设置为0 才会进入这个 正常的操作模式 Normal Device Operation 我们把它设置为0 才会进入正常的模式 所以这三个位 我们设置一下 其他的 我们就这里 不给大家做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R3计程器 它地址呢 是03H 那么它的默认值呢 也都是0的 那么这个计程器呢 我们需要设置 Lout2 EN Rout2 EN 第五跟第六位 以及RMix LMix 第二跟第三位 DNCN DNCN R ENCN L 就是第零跟第一位 012356 这几个位 等六个位 我们需要设置的是 012356 这六个位 七八呢 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 不需要设置 不需要设置 这个 Lout2 EN Rout2 EN 设置为1呢 就是 使能这个喇叭的输出 因为我们这个 开瓦版 可以外接一个喇叭 Lout2 EN 跟Rout2 EN呢 是控制这个喇叭输出的 所以把它们两个设置为 使能 喇叭才可以有声音输出 LMix R 和 RMix 设置为1呢 就是使能这个左右声道的 一个混合器 这两个我们设置为1 就可以了 那DACNL DACNR 则是使能这个左右声道的DAC 就是使能这两个DAC 必须设置为1 因为我们用DAC来解码 来把这个数字信号 转换成模拟信号 所以必须设置这个左右通道的DAC为1 才能输出这个模拟信号 所以这两个也必须设置为1 这就是我们的012356 这几个位要设置 接下来我们看R4计程器 地址是04H 那么它呢 默认值呢 就不都是0了 它的WL 跟FMT 默认值呢 是有值的 那么该计程器呢 我们主要设置的 也就是这两个 这四个位 WL 占两个位 FMT 还有第四跟第三 占两个位 等四个位 WL呢 它是用于设置自长 自长 就是我们这个采样的位数 那么如果设置00的话呢 是音频下的有效位数 00呢 表示16位音频数据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01呢 表示24位 01表示20位 10呢 表示24位 音频 然后11呢 表示32位 这就是我们这个 WL 这两个位的设置 然后FMT呢 用于设置这个 这个iPhone S的音频数据格式 它可以是 右对齐 左对齐 iPhone S 也就是Philip模式 以及PCM模式 这四种模式可选 我们一般设置为10 有用它默认的 表示iPhone S格式 以及Philip模式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设置为10 这个我们设置为10 或者00 就可以设置为16位 或者24位 就是这个设置器 我们主要设置这四个位 就可以了 然后 R6 设置 这个设置呢 它的地址叫06H 那么这个设置器呢 我们直接全部设置为0 就可以了 设置MCLK 以及BCLK 都来自外部 GUSDM3F4提供 这个设置器 其实主要是 这两个位设置为0 这个位设置为0的话呢 等于说我们这个 时钟呢 采用这个MCLK 如果设置为1呢 它就会用内部的PLL了 这个MS设置为0的话呢 这个BCLK 按照LRC时钟呢 就是输入 如果设置为1的话呢 它就是WM8978 作为主模式 作为输出了 所以这个设置器 直接全部设置为0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R6设置器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R10设置器 0AH 那么这个设置器呢 这几个位呢 默认都是0的 那么该设置器 我们需要设置的是 Soft Mute 这个Bit6 这个位 以及DAC OSR128 这个Bit3 这两个位 我们要设置的是 这两个位 那么Soft Mute 这个位设置为0呢 就关闭这个软件静音 软件静音呢 我们直接将它关闭 不用它 设置为0 默认值就是0 然后这个DAC OSR128 这个设置为1 这是这个过采样率选择 那么DAC设置为 这里设置为1呢 就可以得到 最好的这个新造比 然后如果设置为0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低功耗 我们不需要低功耗 直接把它设置为1 来得到好效果 这就是我们这个位 设置为1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R10设置器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R49 16进制式3H 这个设置器的一个介绍 那么该计存器呢 我们要设置这个 SPKBOOST 以及TSDEN 这两个位 BIT2跟BIT1 就这两个位 是我们需要设置的 那么SPKBOOST呢 用于设置这个喇叭的增益 设置为0 增益就是-1 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音量呢 设置为1 增益就是1.5了 增得1.5了 我们呢 默认可以设置为0 也可以设置为1 设置为1的话呢 这个喇叭的声音就会大 大一些 设置为0的时候呢 这个喇叭声音呢 就小一点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需要设置 那么这个TSDEN 就是一个温度过热保护 那么TSDEN呢 用于这个过热保护 默认值就是1了 我们设置为1 开启就可以了 就是开启这个过热保护 建议开启 如果这个东西关闭的话呢 可能会把这个芯片给烧了 外界喇叭的时候声音过大 所以我们一般把它设置为1 开启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R50和R51 这两个继承器 它的16进制是32H和33H 这里我们列出来的是一个R50 这个继承器 32H 那么上图呢 是R50继承器的描述 它是用于设置这个左声道 那么另外一个R51 用于设置这个右声道 是我们的R51 R51设置右声道 R50设置左声道 那么这两个继承器呢 我们只需要设置 这两个继承器的最低位为1 我们只关心它的这个最低位 设置为1就可以了 将左右声道的DAC输出呢 接入左右声道混合器里面 这样的话呢 才能在耳机或者喇叭里面 听到我们的音乐 也就是R50跟R51 这两个继承器 我们只需要设置它的最低位 DAC L2 LMIX 或者DAC R2 RMIX 这两个位设置为1 它的默认值呢 也是1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左通道或者右通道的 这个DAC输出啊 就会输出到这个左通道的 这个混合器 或者右通道的混合器里面 才能在我们的耳机或者喇叭 听到音乐 就是这两个继承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R52和R53 这两个继承器 16进是34H或者35H 同样这里我们只列出来了 这个R52这个继承器 那么这个上图为 R52继承器的描述 用于设置呢 这个耳机输出的 这个左声道的音量 R52 那么另外一个 用于设置耳机输出的 这个右声道的音量 叫R53 R53 R53 右声道 R52是左声道 它们的位呢 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对应的通道 不一样 那么这两个继承器的最高位 HPVU HPVU位 用于设置是否更新 左右声道的音量 注意是更新左右声道 是同时更新的 并不是更新左 或者更新右 而是同时更新的 最低六个位呢 用于设置这个声道的 左右声道的音量 最低六个位 Lout1 VOL 或者Rout1 VOL 它是它的音量设置 我们可以先设置好 这两个继承器的音量值 然后呢 设置其中一个继承器的 最高位为一 就可以设置音量更新 这个音量呢 46个位 就可以表示64个等级 就0到我们的63 对应不同的音量大小 但是这个音量设置呢 不是立即生效的 必须在这个HPVU 这个位写 写个1进去 它才有 它才会更新这个音量 到我们这个 WM8 到我们这个输出通道上面去 所以的话呢 这里设置这个HPVU呢 它是保证的 可以让我们两个声道的 音量呢 同时更新 而不是左声道先更新 然后再更新右声道 这可能就有一个时间差 这个HPVU的作用呢 就是保证 这两个声道的声音更新呢 都是同步的 就不存在时间差 就是这个作用 这就是我们这个 左右声道的这个耳机输出 它的一个音量设置的 这两个继承器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R54和R55 这两个继承器 16均字叫36H 或者37H 同样我们这里只列出来了 这个R54的继承器 那这两个继承器呢 是用于设置这个喇叭的音量 注意了 它是设置喇叭音量的 同我们的R52 R53设置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呢 对象不一样的 R52 R53是对应耳机 那么我们这里的R54 R55呢 是对应的我们的speaker了 这个SPK 对应我们的SPK 就是我们的喇叭 就是因为设置喇叭的音量 同样呢 也是六个位 64个等级 然后呢 这个SPK U1呢 也就是 是不是同步更新 这个位写个E 就可以同步更新了 那么经过这些 计程器的设置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这个WM8978 播放音乐 就是我们的WM8978 这一块 经过我们这里介绍的 这几个计程器的 一个配置 它就准备好了 可以放音乐了 只等你通过这个MCU 通过iPhone S 送速就过来 那我就可以播放音乐 那么其他的3D EQ设置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请大家参考 这个WM8978G 这个.pdf 也是它的数据手册 这个文档去看 这个地方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WF1 与WM8978的简介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这个计程器介绍 就到这个位置了 整个这个第一讲的视频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就结束了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